满生活快娱乐 欢迎来到快点娱乐 2018年12月 刘凯威与杨幂宣布离婚 仿佛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 毕竟两人在一起实在是太般配了 剩下了女儿小糯米后 婚内生活也非常的幸福美满 但是为何两人突然就离婚了呢 前几天杨幂参加一档访谈 爆出了事情的真相 刘凯威满足不了自己 杨幂跟刘凯威离婚不久 就跟魏大萱爆出了绯闻 相信网友们也看到了网上 爆料杨幂跟魏大萱各种绯闻的情况 两人的恋情也被坐实 网友们不愿意了 纷纷给凯威打抱不平 说魏大萱差刘凯威十万八千里 根本配不上杨幂 但是为什么杨幂会喜欢跟魏大萱在一起呢 离婚一年杨幂还是没忍住 杨幂坦言 刘凯威满足不了我 前几天杨幂在参加一档访谈中说 她是一个直男 不懂得制造浪漫和惊喜 从相识到离婚 一次感动的时候都没有 说到这里 难怪杨幂要离开刘凯威 看来杨幂跟刘凯威离婚是有原因的 刘凯威呢 虽然是一个顾家的好男人 也是一个好父亲 但是她却不懂得杨幂想要的是什么 满足不了杨幂的各种需求 杨幂要的是能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惊喜的人 可刘凯威恰恰不是这种人 魏大萱恰好能够满足杨幂的所有需求 她一次次的给杨幂带去惊喜 不停的给杨幂制造浪漫 杨幂怎么可能不被她迷住呢 此前杨幂和魏大萱多次被传恋爱绯闻 两人曾被网友拍到一同亲密逛街 虽然魏大萱发文表示只是朋友 但是随后呢 两人被扒出更多个同款的衣物 就连帽子都因为划痕而一直被指戴的是同一顶 与魏大萱在一起的杨幂犹如新生 明明杨幂都已经33岁了 都生过了一个孩子了 但是看起来状态非常的不错 更是拥有傲人的身材 不得不说魏大萱追女孩子还是很有一套的 难怪杨幂冷不顾外泄的反对 执意跟她在一起呢 杨幂刘凯威宣布离婚 网友吃了这么久的瓜也终于成真了 据说呢 感觉是没有什么惊喜了 杨幂以前偶尔还能被拍到回香港 但是今年呢 一整年基本都是在自己玩的状态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问题 尽管双方表示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共同的意愿 但是双方的粉丝呢 也是争执不休 讨论婚姻失败究竟是谁的责任 有人认为是刘凯威的错 也有人说是杨幂的错 有网友表示呢 杨幂和刘凯威离婚最大的原因呢 是因为孩子 自先杨幂不顾一切保护孩子 不想让孩子出现在公众的面前 而刘凯威却多次直接的让孩子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所以两人在这一方面就有所分歧 两人结婚之后呢 杨幂的事业仍然在内地 刘凯威的重心也慢慢的放在了内地 杨幂越来越火 与刘凯威的差距也越来越大了 陪伴女儿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 再加上媒体的添油加醋 两个人难免产生了嫌隙 在刘凯威被暴雨 女演员王欧在酒店独处长达两小时 而且房间还是西灯的状态 一夜之间似乎什么都变了 很多杨幂的粉丝呢 把错误归结在了王欧的身上 甚至跑到王欧的微博谩骂 然而离婚九个多月 刘凯威终于憋不住了 自曝与杨幂离婚的原因 并非是王欧的问题 在一次节目访谈中 刘凯威和主持人谈及到杨幂时 刘凯威直言 杨幂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点受不了 他太忙了 常常不在家 夫妻关系中最介意的 就是一方太忙 而另一方很闲 这也是导致他俩婚姻破裂的最终原因 杨幂在离婚后 与魏大勋传出了绯闻 在杨幂魏大勋被爆出恋情后 两人的恋情也是扑朔迷离 让人猜不透 特别是两人被拍入住同一家酒店 更是多少有一点实锤的意思 只是两人对此末会如深 既没有公开承认 也没有公开必要 随后又有魏大勋被拍 穿杨幂的代言服装 使得两个人的恋情再次引起争议 甚至还有沈腾的留言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总之很多人都觉得 两人的恋情是八九不离十的 但是两人就是不愿意公开 其实有不少人还是觉得挺看好两人的 认为两人也比较般配 没有想到很快又有消息称 魏大勋已经公开承认自己是单身了 暗指自己已经和杨幂分手 当然有杨幂的粉丝认为 自始至终杨幂就没有和魏大勋谈过 也不存在着什么分手一说 也有网友认为这是魏大勋想公开恋情 但是杨幂不想公开恋情 使得两人最后不得不分手解决 这一点似乎和当初 萨贝宁和张子怡的恋情多少是有一些相似的 两人一开始被拍到在一起 后来萨贝宁默认张子怡却始终不开口 后来也就没有了后来 在魏大勋和杨幂的恋情曝光后 就有人觉得两人的实力不对等 杨幂是知名的女星 魏大勋还是一个小鲜肉 知名度和影响力和杨幂都没有办法比 所以才引起了杨幂粉丝的反对 也或许两人真的只是好友罢了 但是在如今看来恐怕是好友都做不成了 情侣之间恋爱分手 争吵恋爱本来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对于一举一动 备受关注的明星来说 从恋情官圈到水到渠成或各奔东西 其中情感纠葛难免为人津津乐道 甚至在往后的生活中也一再被提及 而习惯了被粉丝素拥媒体追逐的明星 也往往成为了最简单的生活 密恋隐婚也早已成为了圈内的常态 作为娱乐圈的人气女星 杨幂身上一直都有很多的头衔 比如说拼命三娘 带货女王 流量女王等 然而巨大的流量背后却是暗潮汹涌 杨幂一直也都是流量与争议并存的矛盾综合体 自从杨幂宣布和刘凯威离婚后 关于她的飞轮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此前杨幂与魏大逊两人多次被传出绯闻 更被扒出各种情理同款 有关两人的新恋情也传闻一时间甚嚣尘上 魏大逊虽然对此进行了澄清 而另一位当事人杨幂却选择一如既往的沉默 长久以来 罢瓶热搜的她早已是司空见惯 依然采用这种冷处理的方式 任由网友去猜测取一轮 这一切并未能够停止网友们的猜测 两人入住同一酒店再兴起娱乐圈的风波 沈腾评论杨幂时直接艾特出魏大逊 更是被网友猜测坐实恋情 而这一段在外人看来似是非式的恋情绯闻 似乎成为了一个密而不宣的事情 然而看似水到渠成却又成为了黄粱一梦 魏官宣就已经结束了吗 抱杨幂和魏大逊已经分手 南方的这一点彻底惹怒了女方 而就在大家静等这一对多次偷偷撒糖的姐弟恋 正式公布的时候 近日有媒体爆料 两个人已经火速分手了 而分手的原因是杨幂不满南方一直借感情炒作 自从绯闻极度传出盛销城上 杨幂一直没有进行过任何明确的表态 但是魏大逊似乎在多个场合进行着暗示 打擦本球仪式操作 他也先是在机场露出了杨幂刚刚官宣代言的服装品牌 然后回应媒体提出的姐弟恋看法 表示女孩大一点没有关系 南方对姐弟恋的认可再次引发了一阵议论的狂潮 毕竟在如此风口浪尖之上 魏大逊做出的任何相关回应都是充满了暗示意味的 难免引人揣测是为了官宣恋情做铺垫 以试探粉丝及网友的反应 结果令人意外的是在魏大逊多次吐露充满暗示的回应之后 他却主动承认了自己单身了 有魏大逊的粉丝爆料 他本人在1月4号的活动上承认自己是单身 而在之前他录制的某综艺节目上 也一次透露出自己已经遭到拒绝的信息 更有网友梳理了两个人绯闻的时间线 而在最近的一次1月4号的暴露中 有知情人报魏大逊醉酒吐露心声 为爱妥协甚至可以不要孩子 但是依然遭到女方的拒绝 由此可以判断两个人的恋情 如果是真的话那可能已经是破裂了 如果假的话那就是从来都没有在一起过 以杨米的历来绯闻来看 唯一一次主动官宣恋情 便是确定对方为结婚对象的 即使这一段婚姻潦草的收场了 但依然可以看见杨米非常清楚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即使外界的绯闻满天飞甚至恋情做事 一段不确定的感情依然无法束缚她呀 杨米的事业虽然蒸蒸日上 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流言与琐事 她作为母亲的身份反而少有人在记得了 相对比刘凯威 杨米陪伴小糯米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 希望杨米在处理好工作的同时 能够多多陪伴小糯米吧 也希望她们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影视作品 祝福她们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